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要来个透明妆 我当时就傻眼了 什么透明妆 你说那种露屁股的 歪嘴巴在一边解释 哎呀是透明妆 通俗点说 你就是的 干点狠事 让我们瞧瞧 你有没有两把刷子呀 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说道 哦 这没问题呀 我还以为老大好那口呢 好那口是什么 是 是什么意思啊 人如其名 傻高是个大高个子 说话有点口吃 老大挥挥手 示意不用理傻高 你外面有个叫大姑的 你去教训一顿 我朝外瞅了瞅 又傻了 大哥 外边就两条狗 没人啊 旁边的歪嘴巴不耐烦了 婆婆妈妈的开始讲 大姑就是那只黄狗 今天咬了咱们老大一口 你认清楚点 旁边还有只黑狗旺才 别认错了 真是的 谁他妈叫你杀人了 俺们又不是黑社会 这个盗墓啊 讲的是个胆子大 洋气旺 你不怕鬼 鬼就上不了身 干这行啊 身上沾上点狗血有好处 一来 练练胆子 二来 狗血是辟邪的嘛 歪嘴巴还在嘀咕 我已经坐完回来了 我端起桌上的酒 一口就干了 老大 我干完了 对着脑袋一下 他就死了 老大一拍桌子 哼 温九斩画熊啊 够狠 从那以后啊 你就叫狠手吧 歪嘴巴又开始说了 且慢 老大 这外号不太好吧 像狠手 砍戈 这种很嚣张的外号 这条子听了之后 准以为是背了一串子血案的杀手 咱们也不是什么重大犯罪集团 就杀杀狗 挖挖土 这太张扬了 不好 不如叫快手 剑得下手啊 还蛮快的嘛 老大点点头说 哦 对 这个好 别人听见 也以为是个爬手之类的 顶多算拘留了 现在就开始考察你的智商了 你下一步该干什么呀 卧槽就架一个盗墓的团伙 这还搞什么面试吗 我傻眼了 呃 这下一步我还没想好呢 反正我就跟着老大混呗 老大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老大摇了摇头 转身对歪嘴巴说 哎呀 这个人也不行啊 不过 总算比傻高强 当年傻高那个鱼目脑袋居然说 下一步先上个厕所呢 傻高在一边傻傻地笑 不知道是不好意思 还是谦虚了 老大回头 看见我还愣着 点拨道 还傻站着干什么呀 快去呀 狗都杀了 下一步不就是包了皮 剁吧剁吧 切了狗肉 这座火锅呀 吃完火锅 大家都醉醺醺的 我一摇一晃地去茅厕 正欢着呢 背后突然有人拍我肩膀 我还没回过头来 那个人就已经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 你帮我干掉老大 有你的好处 这个人是傻高 别看面试这么难 咱们这盗墓是最没技术含量的那种 听说 哪里可能有古墓 就拿着火枪 锄头 满大山去找 碰见外人就说 是打猎 挖山药的 这话其实也不假 有几次运气不好 在山里斗了好几个大圈子 最后还是挖了几株野人参 赚回了本钱 不过 这回进山走了 狗屎运了 傻高去撒了泡尿 居然尿出一个墓碑来 歪嘴巴捂着鼻子 忍受着尿骚味 研究着碑文 这个 好像是元代的 你瞧这字 写得跟蚯蚓似的 傻高傻笑着说 老大 进山前 烧点香还是有用吧 我都说 那里的菩萨可灵呢 老大笑着 一巴掌拍得傻高一愣一愣的 哈哈屁呀 你拜的是宋子观音 再说了 咱们干的侍损应得的事 你还去禀报神仙 就怕老天爷不知道 这天打雷劈咱呢 傻高搞不懂老大到底是表扬他 还是批评他 就这么傻笑着 回想起来 除了入伙那晚 惊人一句 傻高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行动 也就是一个高个子的傻子 不过 我还是始终跟他保持着一些距离 老大指着墓碑说 你看着墓碑上刻了个狗子的话 是不是忠犬守灵的意思呀 歪嘴巴的眉头拧成一座衫 哎呀 这哪里是狗啊 你瞧这大尾巴 这是狼 而且看着碑文的意思 这墓里埋的是他妈一头狼啊 老大一听 连忙凑过来 怎么埋的是头狼 这话怎么说呀 歪嘴巴指着碑文 你看 这狼还有名字呢 部落不思无启无 就这狼还当过御前护卫 无品官呢 感情还是一头外国狼呢 傻高倒吸一口冷气 歪嘴巴不屑地说 哼 没文化 这是元代人的名字 那个时候的名字都是老长了 讲究舌头打结的那股劲 这话说回来 这元朝初期 民风彪悍 这大官养条狼 也是见平常事 不过 居然封狼左官 还专门给他修个墓 也算是极品了 你看这狼的肚子贼大 这都是民之民高啊 老大见这条狼的肚子 还真的挺大的 甚是有些感慨地说 对呀 所以元朝才被清朝灭了呀 咱们挖这个墓也算是共产了 不过 这关键是 这墓里头有没有东西啊 尽管元朝跟清朝之间还隔离个明朝 但歪嘴巴 没有去敢纠正老大的错误 肯定有啊 就说这一杯吧 用的是江南的麻黄石 这麻黄石啊 从唐朝就开始开采了 作为碑石所用 到元朝初年 矿卖就已经断了将近二十年了 市场上抢手得很啊 一般的富人还不管用呢 老大扎了扎嘴 奶奶的 这 这有钱还不敢用啊 歪嘴巴点点头说 那是啊 还得有权势才行 元人横行的时候 为了一块麻黄石就能害得你家破人亡 正所谓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当年甚至出现 以倒卖麻黄石墓碑为生的行当的 你说这墓碑值不值钱呢 有你这么说 一定值钱啊 这墓碑值钱 那墓里的东西一定不少啊 还不赶快动手 老大一听有钱就急了 自从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之后 老大就一直念叨着衣锦还乡 二话不说 老大掏出一根中间打通的竹竿来试土 所谓的是土是个技术活 因为一些古墓 由于时间久远 风土都已经不见了 说不定都移了位了 不一定这墓碑后边就是墓室 这个时候就需要将这样一根竹竿插进地里 看看这带上来的是什么泥土 古墓的泥土跟其他泥土不同 成骨青色 有一股潮气 只有这样的泥土才能往下挖 挖了就不会白费功夫 当然了 这些知识都是歪嘴巴从小说里看来的 话说 老大手气就是贝亚 在墓碑附近 前前后后 左左右又都插遍了 硬是没发现墓室的影子 气得他呀 把这竹竿一丢 骂骂咧咧的 让人换人是手气 奶奶的 这墓碑莫非是飞来的 傻高自己捡起竹竿 她这一瞅 老大已经把周围插得像个马蜂窝了 就墓碑底下没插过 她就贴着石碑下杆子 这歪嘴巴一乐 嘿 傻子就是傻子 哪有人将墓碑建在墓室顶上呢 她还没笑完呢 嘴巴就喝不上了 这竹竿带上来的泥土啊 就是古青色的 老大抓起泥土一纹 兴奋地拍了拍傻高的脑袋 小子 你还真他妈 是傻人有傻福呢 我在周围放风 这荒山野岭的有傻好注意的 所以 我一只眼睛瞅着外边 一只眼睛就旁观着他们的行动 旁观者清啊 这一下子我就发现歪嘴巴的表情不对了 歪嘴巴一见目视在墓碑底下 脸色当时就变了 他偷偷地猫到石碑前 顺着石碑挖了下去 没几下子 石碑下边 就露出了一个长了脚的乌龟头来 我心中已惊 我曾经跟歪嘴巴学过一点风水 这长了脚的乌龟不是乌龟 好像是龙的其中一个儿子 贝利在墓前 刻着墓主人生前的光荣事迹 那叫表碑 但是压在墓室上面 用龙崽子给驮住的那叫镇碑 是用来镇住妖邪 不让其作孽的 也就是说这下面 可不是葬着一头狼 而是镇着一头狼的 老大也发现歪嘴巴表情不对了 怎么 歪嘴有啥事啊 歪嘴巴首先瞄了我一眼 幸好我装作没看见 背对着他们放风 歪嘴巴故作高深地掐指一算 嗯 我说老大 这个木啊 靠山进水 旁边又有百年老树 有土有水 还有 这跟我的八字相克 哇 这个木呀 对我是有极大的损耗 您看着 老大轻轻地拍了拍歪嘴巴的脸颊 目露凶光 我说歪嘴呀 哪一次挖木 你不是八字不好 就是石神不对 今天老子就跟你挑明了 这次去木学 全部都得进去 你歪嘴巴子打头 你这么聪明的人 你不走前面 难道要我们去送死啊 歪嘴巴知道 老大这个人 想来时说道做道 身子早就软了半边 但是直接就说了 这木凶险恐怕也没用 刚才自己把这个木吹得多么多么金贵 老大肯定不会轻易放手的 最后谈破了 倒是有可能 被老大逼着自己进去 其他人在外边等 与其自己一个人去死 不如大家一起拼一下 歪嘴巴咬了咬牙 掏出一大串黄纸符 贴满全身 说道 行 行 开挖吧 因为连天阴雨 土都泡透了 松软的就像是娘们的奶子 不一会的功夫 就挖到了丰土层 首先 从木中起出来的是一大堆骨头 看形状 应该是羊骨跟牛骨 是木中的陪葬品 因为不值钱 老大看也不看 就丢去喂狗 乐得一旁的黑狗旺财 上蹿下跳的 接着 又揭开一块重达几百斤的麻黄石 便直接是牧师了 老大说道做道 果然歪嘴巴带头先爬进去 然后 我们一个接着一个 都摸了进去 这是规矩 开幕的时候 所有人都得到场 就怕有谁偷偷地 把宝贝藏起来 你别看有的小说 把古墓里 写得神秘兮兮的 又是什么机关 又是什么陷阱 就我一个过来人说吧 不是吹牛 除了皇帝老子的墓 我没掏过之外 各个社会阶层 我都略微有所涉猎 这哪来的那么多机关呢 顶多就是 牧师入口有几幅画 警告别人 眼看守勿动 只可远观 不可泄外而已 眼前的这个墓也是如此 五米见方的墓室 中间是棺果 四周是墙壁 密密麻麻的 都是壁画 一般来说 主墓室的壁画 主要是欧哥墓主的光荣事迹 或者阐述早灯极乐的美好愿望 但是 这里这幅壁画 就非常独特了 主人公是一头狼 而且 还是一头穿了衣服的狼 我张大了嘴巴 看着这些 仿佛是童话故事的壁画 古代 方位顺序 一般是 东 南 西 北 中 对应东边的壁画是开头 东面的壁画上 背景是一片山林 一个衣着华丽的人 骑在马上 而马前 是一头两脚直立的狼 看这个情形 仿佛是狼在跟人交谈 而南边的图就更离奇了 那个狼 已经穿上了衣服 站在一个高岗上 而下面 是一群拿着武器的人类士兵 看那个架势呀 好像是 这头狼 正在指挥人类打仗 这壁画栩栩如生 还涂着金粉 我的天啊 我还以为会看到什么 中狼救主的故事 就像是三流肥皂剧里的那样 主人遇到危险了 这平日里 饲养的狼 为主人挡住了飞过来的剑 于是 主人眼角闪动着泪花 亲手将爱狼给下葬了 不过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看见的 居然是一只穿了衣服 两只脚走路 还带兵打仗的狼 歪嘴巴也喃喃自语地说 奶奶的熊啊 这应该是比喻的手法吧 元代 也有人将成吉思汗 比喻苍狼 这穿了衣服的狼 难道 这 这是狼外婆不成吗 听到歪嘴巴的话 我这才注意到 画中的狼的 却是穿着女士的衣服 不过肚子 比外面的石碑中小一些 我扭头看看其他壁画 发现 因为牧师外面透进来的新鲜空气 壁画已经大片脱落 变得模糊不清了 老大很明显 没有文艺气息 一进牧师 这壁画连看都没看 只管搜罗珍宝 妈的 怎么都是一些铁器呢呀 这刀啊 枪的 只能当文物卖呀 老大很失望 歪嘴巴解释道 哎 老大 这元代 崇尚无益 牧师中的陪葬品 大多数都是兵器 关键是棺材里 那里边 才有值钱的东西呢 所有人 都把贪婪的目光 盯在正中的棺材上 这个棺材 是一块大整石头 给直接挖空掏成的 做工不是很精美 有些地方的棱角 还没有打磨好 可密封的 那叫一个严严实实 老大围着棺材走了几圈 硬是没有发现 可以插进撬棍的地方 正准备蛮干呢 突然啪的一下 屋顶天花板 整个就塌下来了 天花板塌陷的一瞬间 就像是电影当中 采用的那些手法 我看过的盗墓小说 一下子全部都闪过脑海了 什么火龙顶 流沙泻地 水淫雨 反正这盗墓的 就没个好的死法 至少我感觉 是天花板塌陷了 还有歪嘴巴的叫声 也蛮惨的 等牧师中尘埃落定 才发现 是牧师天花板上的壁画 整个脱落下来 老大捂住还在耳鸣的耳朵 冲着歪嘴巴发脾气 你他妈叫个屁呀 天塌下来 也是傻高鲜撑着 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呀 歪嘴巴 不好意思地捏了捏掉下来的壁画 哎 这 这是兽皮呀 这壁画 是鲜画在兽皮上 然后粘到天花板上去的 老大气恼地 将壁画推到墙角 妈的 在古代 也有豆腐渣工程啊 我倒觉得 不是因为工程质量差 而是古人为了赶时间 才如此粗糙地完成这个墓室 从刚才观察的情况来看 不论是石棺材还是壁画 都有匆匆忙忙的痕迹 但是 在用量上是绝对没有省钱的 为什么古人 要如此匆忙地完工呢 难道 是担心这头狼的尸体 发生一变吗 我打了个寒战 有的时候 这小说看多了 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可我在团伙当中 就是一个萝卜丁 人微言轻 所以 我就没敢吱声 我帮老大将掉下来的壁画 一道墓室一角 这时候我发现 壁画的背面 黄光一闪 老大并没发现 他静止转身 满力开造棺材 歪嘴巴跟傻膏在一旁帮忙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用眼角搜索 发现 壁画的背面 有一层厚厚的金箔 若非是壁画落下来 而且手电筒的光 凑巧照在上边 这金箔 是绝对难以被发现的 藏得如此仔细 必定是值钱的宝贝 更何况还是金的 我悄悄地 将金箔接下来 贴肚皮 藏在腰间 这个时候 突然一股阴风 从身后吸了过来 我浑身打了个寒颤 鸡皮疙瘩都起到头皮上了 我回头一看 原来老大已经将棺材 削开一道威风了 白色的寒气 从中间涌出来 我觉得整个牧师 一下子就冷下来了 歪嘴巴 全身都在颤抖 老大 这 这有点不正常啊 这棺材 冷得跟个中央空调似的 老大可不管这么多 眼睛凑到缝隙 只是瞅里面 卧槽 好大的两颗绿珠子 赶快翘啊 老大将翘棍插进缝隙 使尽一用力 这棺材的盖子 硬生落地 敞了盖的棺材当中 一股灰尘扑面而来 靠近棺材的三个人 都被瞇了眼睛 只有我 远远地站在枪角 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 我看见了匪夷所思的一幕 那股灰尘 不是自然扬起的 而是棺材当中 一只长了毛的手 撒出来的 那只手很小 就如同婴儿一般 但是长着浅浅的黑色毛 仿佛是一只狼的爪子 灰尘还在空中飘逸 一个黑影 已经利落地 从棺材当中爬了出来 它身影矮小 像个新生的婴儿 但是动作 却快地出奇 一下子 窜到了黑狗旺材旁边 这黑狗旺材 是我们挖木的时候 必备的万用法宝 晚上 这黑狗可以站岗放哨 迷路的时候 可以让它带路 下木的时候 让它走前边 撞鬼了 可以用来辟邪 最关键的是 肚子饿了 可以用来吃 这个旺材运气很好 已经跟了我们三年了 都没被吃掉 养熟了 就没有拴着 刚才还在牧师门口 啃着元朝留下来的骨头呢 这旺材叫唤一声 这黑影 一下子就窜到了旺材的背上 这个时候 它在亮处 我才看清楚 那是一头刚刚生下来的小狼 身长不过半米 黑色的毛很浅 更奇怪的是 它的爪子不像是受累 大拇指跟其余的四指分得很开 就像是人手啊 这头小狼 骑在旺材的身上 两条后腿 从后面将旺材的脖子一夹 旺材就叫不出声了 然后小狼前找一边一只 抓住旺材的耳朵 这狗的耳朵是最脆弱的 旺材的耳朵已被抓住 身子就软了 这狼一扯又耳朵 旺材就像是一头被驯服的马一样 就乖乖地 拖着小狼跑出牧师了 我的天啊 这一切不过两三秒钟 直到小狼骑着旺材消失 老大他们才恢复视觉 老大眯着发红的眼睛 哎呀 他奶奶的 这东西放久了 就是灰尘多呀 我伸着手指着牧师外边 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 这是元朝的木啊 说棺材当中跑出一头狼来 老大 他们是不会信的 我说了也没用了 而且 也没有半个人注意到我 棺材里面的宝贝 三个人 六只手都拿不完 我凑上前去 发现棺材当中 果真是有一头狼的骨骼 不算尾巴 这头狼有两米多长的个头 狼眼眶的地方 置着两颗绿油油的大珠子 荧光将老大的脸 映得绿油油的 而狼的周围是珠宝 大多数都是金银首饰 狼骨阁上也套有金环 可见 这个埋葬这头狼的人 下了血本 我见到狼骨 有些发呆了 这棺材中 明明已经有一具狼骨了 怎么可能 跑出一头狼来呢 莫非 这里边葬着的是两头狼 不对啊 墓碑上 明明只刻了一头狼的画像 眼下 被老大接到地上的棺材盖上 也有狼的画像 跟墓碑上的一样 是一头狼 不过 是一头大肚子的狼 休息三秒 喝口水 马上回来 三 二 一 我回来了 喜欢我故事的听友 可以点赞视频 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 搜索燃烧的故事 您的支持 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 回到故事里 我顿时就醒悟了 壁画上 狼穿的是裙装 这是一头母狼 而先前的两幅壁画 画得唯妙唯笑 但狼的肚子是平的 对比墓碑上刻的 下葬时候的 模样 狼的肚子变大了 也就是说 这头狼下葬的时候 是怀有身孕的 而且 棺材盖子 是用石头做的 但上面 还可以隐约看见抓痕 这就意味着 这头母狼 是被活活埋起来的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墓穴下的血本 却有赶工的迹象 很着急埋葬这头狼的人 要赶在母狼生产之前 将墓给修好 那是因为 他们不想让这小狼生出来 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头母狼 居然在石头中的棺果里 生下了小狼 而几百年之后 一群盗墓的人 把小狼给放出来了 一头小狼 在地下机密的石头棺材当中 活了几百年 这可能吗 我在想到 这个墓穴是个镇压妖物的镇木 心中一股不祥的预感涌起 这狼的墓穴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下集 再为各位听友分解 好了 听友们 这篇故事到此结束 敬请期待 下一篇更精彩